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我大吃一惊 没想到有人已经开始养牛了 我没有足够的一级材料 用食物换可以吗 什么食物 二十升牛奶 保证新鲜 对方发来了一张奶油的照片 好奇之下 我看了一下对方的名字 赵婉婉 最让我吃惊的是 对方的名字前 居然挂着一个海盗旗的标志 这女人居然是隶属于海盗车队的人 等等 赵婉婉 我的目光不经意间 落到了一个橡木盒子上 那是一个冰死的男青年 让我转交给她妹妹的物品 她妹妹就叫赵婉婉 你叫赵婉婉 我好像见过你 你是不是有个姐姐叫赵珊 我打算先诈一下对方 以防认错了人 姐姐 没有啊 我只有个哥哥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能描述一下你哥哥的样貌吗 挺瘦挺高的 三七分头 眼睛很小 你问这个干嘛 你认识这个吗 我把橡木盒子的照片发了过去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一直在我哥哥身上 现在怎么在你手里 我哥哥怎么样了 他在上一个世界就被人杀死了 他临死前 嘱托我把这个交给他妹妹赵婉婉 我原本以为这个包裹 永远也无法送到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你了 可能是你哥哥的灵魂在引导你吧 现在这个东西物归原主了 谢谢 能够找两个世界把包裹送到 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没有别的太好的东西 这些东西送给你做筹谢吧 赵婉婉发来了一堆东西 一个自动咖啡机 十斤咖啡豆 以及三十升牛奶 这小姑娘挺有钱啊 我将自动咖啡机安装到车内壁上 塞了一把咖啡豆进去 注入清水 不一会 一杯热腾腾的 散发着浓香的咖啡 就出现在我的手上 我抿了一口 一股热流进入胃中 精神未知一阵 身体也暖和了一点 好东西 你这家伙居然还柴牛奶 那是我以前就特别喜欢喝牛奶 后来受伤了 就不太赶了 现在一闻到这个胃就响了 喝牛奶还能受伤 那可不 我喜欢的那头奶牛总喜欢胖下 你都是直接对着奶牛喝的 那还能咋办 我又没有虫 也没办法挤奶 除了直接喝还能怎么样 好吧 看在你早上还算卖力的份上 奖励你一份 我给旺财倒了一碟子牛奶 将东西整理了一下 我继续踏上了征程 指挥官 前方发现了一个物资箱 哪呢 奶呢 在右侧那棵树的树叉上 那个物资箱居然被吊在了松树的树叉上 停车 物资箱距离地面三米多高 我直接从后座搬下来一把油锯 我拉动了拉绳 油锯响了起来 我将油锯对准松树 切了下去 松树倒塌在路面上 物资箱也掉了下来 我拎着电锯走到松树前 嗡嗡几下子 把松树锯成了几节 然后切成了长条 刚好可以当木柴用 我将木料都搬进了车里 随后把那个物资箱抢了起来 获得羽毛100单位 太棒了 五单位羽毛就能制作一套防寒服 一千单位就是二十套 整理完羽毛 我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十一点多了 得马上做饭吃饭了 午饭 我决定做个软溜肉片 宽油下锅 黄瓜片 胡萝卜片下锅 因为没有木耳 就拿素生蘑菇代替了 大片的豹子肉下锅翻炒 盛出来 锅都不用刷 加点水 煮点手擀面 把软溜肉片当焦头 往面上一拌 喷香 我摘了根黄瓜 一手捧着大碗 掐着黄瓜 另一手拿着筷子 吃得额头上都溅汗了 吃完饭 李飞宇的消息就发来了私信 请卖给我一套取暖设施 可以 不过你怎么确定 我会有这种东西的 在我认识里的人中 你最有可能拥有取暖设施 也最不建议售卖 价格也最公道 我爽快地和李飞宇进行了交易 对了 我这里有个委托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什么委托 如果遇到樱花车队和骷髅车队的人 是他们的精良 惹探听一下他们的具体情报 我可以支付给你报酬 好 达瓦李氏 烤炉卖给我一套 我这里有好几种 又车上便携式的 有电的 还有那种巨型陶罐闷烤的 你要哪种 要最大的 扎了条鱼 有点大 我手里的炉子太小了烤不下 毛泽哥说着 发了张图片 图片上毛泽哥抱着一条巨大的大马哈鱼 那条大马哈鱼足足一米五长 看样子还是活的 也不知道毛泽哥是怎么抓上来的 那就巨型陶罐烤炉吧 你这玩意是从哪弄来的 我开车路过一条河 我下去洗了个澡 看到这家伙从我身边游了过去就扎了上来 对了 还有酒吗 再卖给我一瓶 这么大一条鱼不喝点酒太可惜了 路过一条河 洗澡 我看了看外面 现在室外气温是零下时摄氏度 毛泽哥居然在这个温度的河里洗澡 不愧是战斗民族 可以 不过这是最后一瓶生命之水了 你省着点喝 对了 那条鱼烤完了分我一半 还有 鱼子给我留一些 我把生命之水发了过去 上帝 你居然没有酒了 以后我的日子该怎么办 不要担心 我的达瓦里士 我种了甘蔗 明天就能酿出来狼母酒了 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狼母酒 也行吧 不过我要原浆的 不要二次勾兑的 狼母酒也是烈性酒 原浆基本上在65度左右 市场上卖的通常是加入了香料二次勾兑的 降到了35度上下 好吧 我明白了 肯定不会给你勾兑酒的 不过 这些酒要明天才能生产出来 今天就只剩这点了 你省着点喝 放心吧 达瓦里士 我会像是守护我最爱的女人一样守护我的福特家的 等于考好了 我会把你那份发过去的 我会把你找到的 我会把你放进去